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研究八字命令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布局 林府法事 道长微信 2088 2988 曹操在老百姓心中已经成为了奸臣的代言人 但其实他的形象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百变兴君 曹操的才干非常出众 他打破东汉末期所有官员要求出身豪门士族的规定 不拘一格提拔了张辽徐黄等人 他在北方推行的屯田制 使得卫国的粮食产量超过蜀国十倍 他的这些努力成了最终吸进统一天下的资本 所以在陈寿编撰的史书《三国志》中 曹操的形象非常正面 他被认为是当时的杰出领袖 即使到了隋朝 民间流行的木偶戏《桥水激交》 也讲述的是曹操十岁时就是少年英雄 勇敢的击退鳄鱼的传说 到了唐朝 曹操在主流舆论中开始油摆转灰了 唐太宗李世民将他比作汉朝全臣霍光 评价也算重肯 宋朝因为成仪创立理学 最讲忠孝二字 昔日英豪曹操的形象就开始急转直下 无数路人油焚转黑 苏氏就在东坡志林中 描写了老百姓听说书人讲三国故事的情景 一说到曹操打了败仗 百姓竟然会高兴的唱起歌了 之后的南宋屈居南方 又一直处于金国武力威胁之下 所以对三国时的北强南弱感同身受 南宋朝廷迁怒于当年同样占据北方的曹操 竟然不顾他是汉人的简单事实 只称曹操是当今女真蒙古葫芦也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 在史书《通建纲要》中 大骂曹操篡权盗国 给曹操定下了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的基调 倒霉的曹操到了盟员杂技中 也被当作大反派 用来暗示汉人不该反抗蒙古皇权 到了罗冠中的小说三国演义里 更是杜撰出宁使我负天下人 无使天下人负我的经典台词 从此彻底把曹操定在了耻辱柱上 虽然罗冠中把曹操写成了大反派 但他借曹操之口说出的那句话 却至今值得回味 论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尔